好的,我们这边来看一下 这里是第一组的那个 就是今天的第七场 LBK对阵SOC 好,比赛开始 今天节奏还是非常快的 是一个安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安的一个发挥 安在这张地图打 他第一个刷点 墓地可能会往小门走 我们看一下 小门过去第一个人 很遗憾,是个佣兵 看见足迹了 心里一激动 哇,这边有个人 过去砸了块板子 佣兵 马上扭头就走吧 应该不要去考虑 再跟这个佣兵有什么牵扯了 那边过去下一个人 是调九 调九直接用冰爆点拉开 然后这个点位的话 其实放纵猫 跳一下是有机会的 来放猫吗 放,对 用猫封住他的一个走位 然后不要能够很快的 进入到这个点 打一刀,好 这边应该是喝瓶酒 然后翻个窗加个素 前锋这边预备了 可能 甚至会干扰一手 但现在好像没这个动向 因为猫已经放掉了 然后CD还有8秒 那么这瓶酒应该是 诶 无悬念的可以喝上前锋 这边球稳再撞一手 那你前锋 这么多事 那我来找你了 诶,放猫 好 拉开 跳住 这里看 怎么说 骗过去 一跳 晕 一刀 闪现可能要把这个前锋带走 调九时 重新调一瓶酒 前锋还有半颗球 感觉刚才前锋那一下 其实没有太大必要撞 这样的话 调九时带到那个墓地 还能多溜一会儿 这样 等于说前锋吸引了一波 注意力 但是前锋自己的电击修不了 这边再放一只猫 如果猫没有剑术的话 其实 调 这个闪现也是可以打的 这边 怎么说 怎么一个选择 看一下 应该找角度 先跳一下 这边调九时过来帮忙下块板子 但是看见人了 前锋 这里的猫的一个印记 已经消失 他可能还要拉球 再看 双方都在博弈 先知都甚至看 要浇鸟了 这边前锋直接拉球走 就怕你闪现过来 好 这边 再放一只猫 分开跳中前锋 这个地方应该是 有机会能晕住的 跳一下 漂亮 这下跳得很极限 管到了一台遗产 不过这边没有椅子 应该是往后挂 挂在大石头旁边 地压室 感觉应该是挂不进去 省下了一个闪现 佣兵这边来救人 先知这里刚才是看了 但是没给上鸟 这只鸟待会儿看一下 是给佣兵还是给前锋了 就看这边 佣兵的一个救人了 因为我们知道 这边如果先放这个猫 然后出去 然后用他的一个印记 拉回来 好 这里 然后就过去打一刀 现在打一刀 没打中 没打中的话 这边鸟给上 晕住 把鸟打掉 还算是比较不错的 这波救人 没有让佣兵受伤 那么佣兵还能再救一波 前锋这边拉 拉到哪里去呢 他是 这只猫交的就没看懂了 他可能是想要找机会来干扰一下佣兵 前锋这边拉开 电击 就看佣兵那台遗产机 能不能有人来帮忙点掉了 佣兵的电击是想要自己补 这里 按的一个位置是选择在这里 这里能够 可能可以稍微干扰一下佣兵的电击吧 但也干扰不了太多 他可能要放一只猫过去干扰一下 但是这样 这样椅子有一点不好的 就是他的一个防守啊 比较难防 这里 来放一个印记 把猫拉回来 控住这个位置 但是佣兵可以等这个猫结束 先知过来吃掉 直接把这个印记吃掉 再晕一下 好 那这样的时候还可以来救人了 最后一台电击 小房的电击 先知来救 我们主要看在电击的一个进度还差多少 还差蛮多的 那这里前锋已经挨上一刀了 基本上 屠夫还是能够确保一个人先飞天啊 这台电击怎么会差这么多啊 这把穷者的电击确实差了有点多了 前锋最后把自己的球用完 挂飞以后女巫可能会 不 这个 安可能会切一个传送 看他的一个选择吧 不切也行 但是看到那边电击 电击直接亮了 电击直接亮 这个先知甚至激动的跳下了一个地下室 翻了一下 应该有炸点 大只位置应该有感觉 看一下 要放猫了 但是这个猫的一个角度不是很好 很难放中人 因为离人太远了 要看这个印记怎么拉 印记往回拉 好 拉回来 看看有没有机会 好像跳中了 我们听到声音了 这边一波巧跳 一波跳 拉近距离 有闪现 大概率还是一个平局 一刀没抽下来 那边没下板 一刀好 寄导 由于佣兵的博命也没有了 这调酒师也不存在 能够有更多的一个帮忙 那么这一把 应该是平局了 相对来说 这把其实求生者 更加有优势一点 更加有机会一点 但是电击稍微慢了一点 拿了一个平局 前期前锋 牵制 包括调酒师的牵制 已经拖了蛮久的一个时间了 主要倒地的一个位置 也是稍微的一点亏 好的 我们稍使休息 看下一场 我先试锁了